如果我們希望可以把 這個3碼不足的話 要補個0 Malo 假如根據上面提示 要REPT 加 LEN 可是有些同學可能 對REPT 跟 LEN 含度不熟悉 你可以切到這個範例檔前面有一個練習題 這邊有好幾個練習 我主要是把文字類函數比較重要的幾個 把它拉到前面做出練習 比如說有幾個題目 也許你們可以先練習REPT好了 以這一題來看 比如說這邊有銷售量 這個銷售量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根據它的銷售量如果超過100筆 就給一顆心 那如果200多的話 當然它只是取到整數 沒有取到小 所以如果200多這兩顆心 那意思類推 當然如果不足100筆的話 那就是沒有心 它沒有說一半的 0.45顆沒有 反正它一定是整數 那如果今天我要重複幾顆心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游標先放在C3這個儲存格 把它放大一下 看起來比較清楚 然後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上面插入函數 反正以後可能放它習慣了 回去的話 你對於那個函數不熟悉的話 那可以多多按下這個插入函數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對裡面函數有些不熟 我是建議 剛開始啦 你也許可以按照那個類別 我是建議按照類別 比如文字類的 每一個函數可以做什麼用途 那可以稍微瞄一下 比如說啦 你要把它全部轉換成半型字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椅子有裡面有沒有這個函數呢 G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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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Trim Trim是去空白 對 去空白 然後如果你要全型轉半型的話 剛好就在第二個 其實理論上如果舊白應該是第一個 就ASC ASC底下有說明 將全型字元轉換為半型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全型轉半型很簡單 就ASC 然後你只要把全型字給它 比如說儲存格裡面有全型 它就把全型全部都轉成半型 然後丟回來給你 OK 那你說全型跟半型會有什麼影響嗎 當然啦 其實第一個看就覺得不一樣 因為全型力比較大 第二個的話 如果在ASC裡面 如果全型字 它是佔兩個敗者 可是半型字是一個敗者 不過當然這個規則慢慢改了 因為後面的版本 不管全型半型 它佔的次數都是兩個敗者 這是後來的 新的 因為新的是用另外一種編碼 叫Unicore OK 用Unicore的話就不管 反正 可是如果在Excel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 全型跟半型的差異 另外你們可能要學 一個函數叫LEN 剛剛有提到 可是跟各位講 LEN 如果你是全型字跟半型字 它都算字數 所以 它不算Bi的數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全型 它 一樣佔一個字 它是算幾個字 你說老師 可是我 我這個地方 我希望 比較全型半型的差別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LEN 下面有一個叫LEN B 那個B 指的就是Byte 意思就是說 LEN 是算幾個字 所以全型跟半型 一律算一個字 它不會分Byte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要知道全型跟半型的差別的話 那它另外有一個叫LEN B LEN B 是算Byte數 所以如果LEN B的話 全型就變兩個Byte 就會跟LEN結果不一樣 那半型一律是一個Byte 所以你看 很多函數後面 都會有一個什麼 像LEN 底下有一個LEN B 這個理論上應該 應該也是取Byte數的 不是取那個幾個字的 所以 同理可證 底下還有蠻多的 有沒有 Find也有Find畢業 所以 雖然說 還有MID也有MID畢業 所以 它等於是說 同一個函數 它會有兩種取資料的方法 看起來好像是兩個函數 但實際上 就只是說 一個是取字 跟取Byte的差別而已 這個可能延伸的部分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剛剛提到說 全型轉半型 就是ASC 那顛倒過來 如果半型轉全型 其實這裡面還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 叫Big5 有沒有 不過Big5後面的 這個函數其實 好像也會有一些轉變 因為畢竟 以前 兩個Byte 一個Byte 那是以前的編碼方式 新的Unicore 可能慢慢 還是會有調整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 看起來好像也是維持 跟舊版是一樣的 至於未來 它那個版本 會不會有變動 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大概知道 會有這些東西 那我是建議各位 有空的時候 就瞄一下 至少知道 有這些東西 可以用 那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 微軟 像這個是 微軟的那個 軟體 它常常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們將來 在開外戶檔案的時候 一打開之後 發現奇怪 怎麼變亂碼了 OK 那這個亂碼 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 我剛剛講的 那個Unicore 有點關係 因為 除了微軟 微軟它 用它自己編碼方式 但是其他陣營 像Google 像Happel 像其他的軟體公司 他們都用UTF-8 編碼方式 所以會造成什麼 如果我用UTF-8的編碼 然後我位給Excel 打開之後是 輪碼的問題 打開之後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它轉換一下 它的編碼方式 它就是用Big 5 尤其是我們的 就是 繁體中文 就是用Big 5 所以呢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假設你要外戶 讀取資料的話 不想要有輪碼 還有另外一招 不要用直接開的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 有一個什麼 叫做 匯入功能 那如果是 CSV 或從文字 這邊有什麼 從文字 CSV 尤其像那個開放資料 你們可以回去試試看 我剛剛提那個開放 你下載的時候 如果 假設下載的是CSV 打開之後 奇怪 老師怎麼全部都亂 如果是直接打開亂 我教各位 你不要直接點兩下打開 你可以換個方式 用什麼方式呢 用資料裡面的匯入 那如果它是CSV 這邊有CSV 當然它還有別的格式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用這個方式 跟用那個 直接開是怎麼不一樣 主要的差異是 如果直接開 它就會 不管你編碼 反正亂碼就亂碼 但是如果用賄賂的方式 它多一個功能 就是它打開賄賂之前 它會先幫你偵測說 你那個檔案的編碼方式是哪一個 它可以讓你去選正確的編碼方式 再賄賂 比較好就是比較不會亂 OK 所以這個順便講一下 因為未來可能會有類似的練習 我想之後我們再看看 反正你們回去有時間試試看 因為在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資料太多了 至少5萬多種 然後你怎麼知道哪一種編碼方式 剛剛好像有提到 你們可以在這個開放資料裡面 我怎麼知道它的編碼方式 你可以找到 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 它其實這邊會顯示出 它的格式 理論上最多應該是CSV 這個CSV 所謂的CSV 所謂的CSV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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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間是用逗點 幫它做分割的 的一個存文字 雖然它副檔名不是.txt 但實際上跟.txt 沒什麼差異 只是說它中間都會有很多的逗點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什麼編碼方式 你可以檢視資料 旁邊有個檢視資料 點擊開來 那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如果編碼格式 假如是BIG5的話 有沒有 這邊有BIG5 那就直接開啟 不會是亂 可是如果編碼方式出現的是UTF8的話 那你直接開一定是亂 那如果說UTF8不要亂碼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 你就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資料裡面的賄賂 有沒有 那賄賂的時候找那個CSV 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可能之後我們再看 如果有遇到其他的資料類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拿來試試看 像前面我看一下 開盤這個 所以你們可以點開來 這邊就會有那個CSV 這也是CSV檢視資料 這個UTF8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這個 這個叫什麼 叫 上市個股的收盤 這個月平均價這個 然後你點下載 點這個就下來了 那如果你直接把它開啟 它是UTF8的話 理論上 應該會看到的是那個 亂碼的資料 OK 你會發現現在這個狀況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就變成這樣 OK 那這怎麼辦呢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想要它是辦法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先開一個空白的 一個活躍簿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利用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CSV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我是放下載 所以下載裡面找一下這個 這個時候你按匯錄 所以特別注意 回去可以玩玩看 因為我在開放資料裡面 有好像我記得五六萬種的資料 那其中CSV就三萬多種 所以光這些 你要練習應該要綽綽有餘了 而且它類型太多了 你們可以找自己有興趣的資料 然後呢 如果你不要亂碼的話 不要UTF8 點兩下開一定亂碼 不要亂碼 就是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 OK 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選擇這個檔案 這個其他都不用動 然後呢 再來按匯錄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你按匯錄的時候呢 它會去建立一個連線之後 並且會去幫你找到正確的編碼方 有沒有這個畫面跟開啟不一樣 它會多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有沒有 檔案原點 他很聰明喔 他已經幫你找到正確的UTF8 而且底下有沒有錯誤的 而且底下有沒有錯誤的 有吃料 而且不是亂碼 而且跟工藝講 還蠻厲害的 它其實有一些像簡體的也可以 像各國語 只要是打開亂碼 你用匯錄的基本上都會正確 你不要直接打開 好 再來的話呢 旁邊會出現的 分隔的話 因為CSVC 我剛剛講 C就是come out 就是窦點 其他 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直接匯錄 直接載入就可以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OK 就會是正確的 只是說它多了一些比較麻煩的地方 像我這個是2019的版本 它實際上背後會有一個物件 叫Power Query 這個Power Query 其實跟Power BI 是一樣的東西 它多幫你做很多事情 不過你不知道沒關係 不管 它會幫你在上面多增加 這個篩選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它關掉的話 你可以到資料裡面 再把篩選點掉 它就恢復了 但如果樣式不要 你自己再把表格樣式拿掉 其實就可以得到藥的資料 OK 這個是額外說明的 如果你要從開放資料